一句无名女诗,死后肚子为什么会被勾开? 案件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显为人知的秘密? 老法医破解民案,抓住真凶。 见证本期播出法医传奇第七集。 见证本期播出法医传奇第七集。 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到你。 因为当你夺走无辜生命之后,你不知不觉地留下了痕迹。 这些痕迹将指引我去发现你的秘密。 找到你。 4月,我国的北方炸弱。 还寒,山东省日照市榆里镇某村村民张某下地干活,路过自家的草舵时,发现一个用编织袋包裹着的东西。 走近一看,发现是一具尸体。 于是他匆忙报案了。 接到报案之后,立即赶回县场。 在县场,好像在一堵玉米街的堕里边,有一具流行尸体。 上午山,应用一个黄色的堕里边质袋包裹着,然后外面应用一个红色的泥龙群,发现这个款线。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乌亚县区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经过勘察以后,也继续地报告了市局。 我也在第一时间领着我们市局性经和有关经浓到了现场,进行勘察,和这个县区一块儿开展了整合工作。 按下场的这个时期呢,这个女性,年龄的24岁左右。 时期的进步,进步还有这个长老一会儿白色的尼龙群,绑得很紧。 这个后期能够通过时期解剖之后,发现一些特征发现之后,最后我们认定是这个机械性窒息死亡。 至此原因非常明确,替窒息死亡。 那么他是如何窒息而死的呢? 把一人拾起,拾起的这个裤子上,和他田边后边都有泥巴。 这些情况呢,我们都觉得这样可以。 因为当时,我们报案的时候呢,前后这些人都没效益。 而在他裤子上,沾有泥巴。 在回忆之后,这个地方呢,也有可能不是他第一次选择合适的地点。 离这个国道人律,国道海景,有五一多米。 然后呢,当时在这个美船里边,我们还发现了这个面堡车的轮廷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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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不确定是杀人抛射。 杀人抛尸 已经是罪不可赦 然而在这具女尸身上 警方还发现了一些 让人震惊的反常现象 我检验了 发现她这个尸体的腹部 有疼心部 一直到读习儿附近了 有遇到很深的痛苦 实际上读得里面的 长短的东西都不见了 当时那天就要评论 这个方面呢 一个是 即然它是一个 突出恶牙境部死亡的 为什么还要再用 生活恶牙境部 这就是即然这个人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要再抛开她的腹部 把大王摩 长官 等等内脏 抓出来 这都是一些躲鱼的动作 既然已经把她杀死了 根据现场游有运势的车辆 为什么还要把她进行捆绑和包装 这些都是一些 看似躲鱼的动作 那么 这些躲鱼的行为和动作 翻译在尸体上 翻译在现场上 有什么能放在现场上 导致有什么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医这个特殊的指令 逐渐出现在了大众的眼中 现在说到法医 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影视剧中的神探 那些可以轻松解决一切犯罪难题的人 而现实生活里法医的职业生涯中 却远没有影视剧演绎的那样神奇 有的只是千变万化的犯罪现场 千篇一律的尸体俯臭 以及千奇百怪的迷迷 任何一个法医 和一个命案现场 它不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任何一个案件都不 有它相似的地方 但是绝对不相 因为一个案件一个样 一个案件一个样 那譬如说 你们常听到的这些死亡 那么有吊死的 有掐死的 有热死的 有无门扶持自己死亡的 对于中的北韩结果 都是自己死亡 但法医要从这些自己死亡的 要分清他的关系 靠回去就需要靠法医 靠法医什么 法医要凭着最近多年的工作经验 来解决这些问题 依照法律程序 在案发现场提取相关证据 也许并无金钱刺激和言 但却能够显露法医的专业素质 法医学这门令人惊奇的学科 已经将众多凶残的罪犯 绳之以法 但法医们经常使用的传统方法 仍然是发达的现代科技 替代不了的 法医专业是 正在形式技术的专业里面 比较独特的一个专业 像DNA 法医 它主要依赖于义气 而法医 是没有什么义气开 宋朝的宋四 就用一把刀 干法医 到现在 还是一把刀干法医 史基 以前是用刀拉 现在还是用刀拉 没有什么嫌疑义气 现在还是用刀拉实体 还是用肉眼看实体 当然现在增加了很多技术手段 像丙弥技术 定义技术 还原技术 但最根本的法医 法医里边最根本的工作 还是用一把刀 还是用肉眼 还是靠分析 比如说 案件的分析 那么说起来 要对这个 犯罪先人 对作用过程 做一个基础的分析 然后呢 要盖上这些基础的 信息材料 包括你的 建议检定 那么你要对这个 案犯的进行刻画 对案犯进行刻画 那么 最后要为 这些案犯的信息 要来确定 包括他的 侦查的方向 和措施 这些都是 法医并不可缺少的 而且这些 是另一方向 就是替代不了的 山东省日照事务连线 发生的这起 杀人抛尸案 疑团重重 犯罪嫌疑人 手段残忍 且具有很高的 反侦查能力 这给当地公安局 出了道难题 对于这个 杀人 他的心子 男的心子 当时呢 是抽少 轻少 还是家少 当时 一家 心子很大缺点 这个样的呢 因为这个 涉及到 一些 这个 时期的下降 特别是 北海的 这个 私营 有些 特别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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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拖尸案件 另外 这个 腹部 被抛台 至于是 什么工具 造成 啊 私营是什么 我们这个 医生 当时还是 只是作为一个难题吧 我们作为 现实验室公安局管 医生 接力不了 所以呢 我们就 记事告告的 申请 山东省公安厅派出法医专家 姚贵法 由他带队 来到日照市 对这起杀人 抛尸案 进行调查 我这个 八二年大学毕业 就从事发业工作 一直到现在 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来 受伤益 我回顾一下 法医的重要性 那这就是责任 非常重要 这种责任 是因为我们 偷偿 我们顶着这个经费 我们有法律服务 姚主任呢 他是一个老行政专家 从事行政工作很多年 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在这个现场勘验 现场勘察 重建 以及案情分析 案件定性的方面 都有身后的造诣 这肯定是给我们 年轻的一代 处理了保养 2004年11月 公安部为了严厉打击 各类刑事犯罪活动 对公安行政工作 提出命案逼迫的要求 全国各公安机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加大了各方面的工作力 尤其是法医工作 成为破案的重中之重 这个法医工作 在整个政策判案当中 具有这个具足轻重的作用 我以为 特别是这个案件发生以后 特别是命案 北海印是什么原因自私 什么工具自私 这个呢 对我们下部的政策判案 这个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说分析错误 那可能就 引入这个案件 就到了角度 下入了角度 影响了案件人口 因为好多的案件 这个人死亡以后 你分不清才是 怎么死的 分不清才怎么死的 怎么来电 需要法医 听着你的经验 来承认这些死亡 是他杀 还是自杀 还是医外 那么法医的责印 翻过来讲 为什么重大 如果实际案件是他杀 那么你定位自杀 谁搞形 翻个先人 凶手搞形 叫他们套着腰腰 那么犯过来讲 如果实际起不杀案件 一定要对他杀 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 浪费了大量的银 引力无力不折 你们想一想 其他人能破吗 是一样破不了的 是一样破不了 那么 问题在哪了 关键在哪了 我不说 你们说 是法医 那是这样不到 水平不到 所以说 法医 最至关重要的 就是对案件的性质 才把我的理想正确 我们的责任是 通过法医的实际上 我们要抓到对方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么 手的出门高一点 我们都是复杂 我们要对法律复杂 我们对法律 因为我们是付出于法律的 所以在这个大约内下 大约内下工作呢 所以说 通过这里讲 我们法医的工作 是神圣的 女尸被剖腹 疑天同重 立尽艰辛找师员 多方出击受诉 真凶到底是谁 见证正在播出 法医团体第七集 法医专家姚贵法 来到日照事后 对五连杀人抛尸案 进行了解后 随即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首先对尸体的伤情 进行了分析 从这个时期 他就想上了一个 有个重点的特点 第一类伤 死者的致命伤 他的事情就是 三对三额 差而进步 然后畏恐不死 用生锁 乐境 到着死亡的 这个还有 严重的明显的 窒息症状 那么第二位伤 就是死者的 生前的身伤 这个死者的 生前的身伤 非常之多 多数是点现的 死者的突出的部位 对伤的特点 是比较轻微的 即使 表皮的和皮下的 这些伤 那么这些伤 说明了这个 分析现场的空间不大 那么第三类伤 是生前的成就伤 这些身伤的颜色 改变是不一致的 这些伤 是在不同的 时间对而来形成的 这些伤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这个死者 是经常的 被劝决宣家 而且是在 不同的时间内 更明确一点 也就是说 符合那种 家庭暴力的 那种形式的伤害 这就说明了 假如说 这些案件 是这个人造成的 那么说明了 这个死者 与犯罪现场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第四一类伤 是死户伤 那么作为死户伤 也是这些案件的 研究的重点 那么死户伤 主要是腹部的 那种重型排列的 划案 那么最后 最后一下 把这个真的腹部 划开了 暴露了腹枪 我认为 这时候说 犯罪分子 在人死后 形成这个 伤加分伤 一定要有他的目的 犯罪分子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点 法医们对尸体 进行了检验 发现死者的尸体上 有精斑 证明死者死前 曾有过性关系 他和他发生性关系以后 又被 俩进步 惨人杀死 惨人杀死以后 还要进行 包装 捆绑 将腹部 打开 逃出内脏 这已经超出了 一半的减轻 或者是 木材 或者是木性的贩路 因为这都是在一个 正常的一半案件当中 不该出现的 行为 当这种 这一半案件中 不出现的行为 出现的时候 更加致命了 这个案件的 方向性 这说明这个人 范围先人和死者 省前应该舒适 省前应该有 其谬的交往 而在死者死后 还要对他进行 处理 所以我们分析 范围先人应该和死者 在省前 有其谬的关系 有其谬的往来 所以他才会在 把死者害死以后 进行这些 看似多余的处理 这正能说明 他和死者 在省前的 关系的其谬性 把前代的 传承起来 总结一下 之前 大致我做 录下的分析 一 这个现场 是在一个 实力的空间不大的 幻灵 看见一下 形成的 这个闪影的过程 那么二 那个范围先人 与死者的关系 我认为是非常密切的 非常密切的 这种密切的程度 使用达到 能够长期在一起 生活居住的这种程度 既然分析死者 与凶手关系密切 那么只要知道 这名女士 姓慎名谁 就能顺藤摸瓜 找到凶手 但这名死者的身份 到底怎样确诊呢 我认为这些案件的 就是一个企业的 一个大名女 因为从她的 像拜的月室 包括她穿的衣着 来看 料子不是很好 那么就是复合 是一个大名女 的一种 装寿打扮 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一个大工妹 难度可想而知 寻找实验是一个 功能量非常大 非常艰苦的工作 由于是一种意识 还一种非常熟 我们等于这个 十七伯伯物 十七的一度 一阵时期的期末特 实际上的配备五天 终于展开 九套方法 寻找到实验以后 本身的九十 就会找到这个范围行为 在一份案发中心 案发现成为中心的 一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进行大名女的拍摄 民警们兵分三路 进行调查 虽然包装袋找到出处 但是这种普通的袋子销售的范围不好确定 这条线索就没法再查 包装袋这条调查线索中断 另一个路呢 我们建这个 米尔就是和这里 查的一个 查的一个 是刷灯浪漫 我们查的这个 浮石长凉 通过我们就 查红了 这这个浮石呢 就是咱们 沙龙的 行刀 寂寞 石层 这个地方有皮包 北约是在燕亚特级的一个 浮浪批发市场 也有个皮包 其他地方都觉得没有 根据这些情况 结合我们本地 这个委屈大陆人的系组 觉得应该勤奏到 我们已经整天 于是民警们到燕台 围方等三十多个县市调查 其中还有一些村庄 并在这些地区 运发了大量 雲石启事 两周过去了 仍没发现任何线索 这条路也走进了死胡同 第三路是通过死者身上 携带的一串钥匙来调查的 那串钥匙经过分析 一把是自行车的钥匙 一把是屋门钥匙 另外两把 应该是工作用柜子的钥匙 因为这两把钥匙上 贴有编号 它上面有那个口袱支 写的编号 写这个五一钥匙 六一钥匙 但这种变化了 我们分析 这种 这种根据这种腰匙型号 这种腰匙的特点 分析应该是 一某血管理性的东西 但这种东西呢 应该是在正规刺创架 正规匙里面曾经出现了 在一把那个消气 一把没有 所以应该 整家有满排在放的 这个外子气 比较那个 服装加工了 简直差品之类的 它正常呢 通过那个明确的反应 我说鞋子又翻开 衣服又翻开 于是又以吉莫为中心 向外辐射 继续调查 但还是没有结果 通过这些案件的包装物 去查找 也通过了 四则上带了一把特殊药 去查找 但是我听了听 你们的工作的 发小测试 没错 但是文艺范围太小 你们原来真的是一百公里 我认为至少是一百五十公里 法医关乎法和医 这两个寺 每一个都重于千金 不能有半点马虎 否则失之好理 谬以千里 我们要欢赐着一个亲吻 朋友说 我们叫死人说话 因为你们知道 人死的是不能讲话的 谁来讲话 我们来讲 我们所讲的话 就是代表死者的心声 他有缘分 有缘气 谁来完成 是我们法医来完成 我们法医 帮他找到真凶 我国法医和国外法医 有很大的区别 与国外电视剧里描述的那些 无所不能的法医不同 在实际工作中 国外的法医只负责 检查出死者的死因 并不负责进行实际侦破 和案件分析等工作 那些工作由侦探去做 他们只提供物证死因检查 而我国的法医就不是这样 他们除了要检查出 基本死因外 还要将现场物证 一条条罗列出 对案件过程进行分析 还原案件 甚至还要进行 犯罪嫌疑人刻画 死者个体识别等工作 这就对法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审判的依据 那就主要要靠 法医的检验检定 作为重要的证据的使用 大家可以结合 相当调查的 相当勘察的 这些结合起来 要从这些 间接证据 形成一个证据链 来完成这个案件的 审判的最终的依据 我想法医的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法医的工作 也是一种融合的 是一种必须的 一把钥匙带来破案的曙光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兴手为何杀人抠视 建政正在播出 法医团检第七级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姚贵法提出 把侦察走访范围扩大 建议以青岛为重点 因为青岛及周边地区 加工企业密集 打工者居多 侦察员根据姚法医提出的方向 继续排查 终于在青岛附近的一家服装厂 发现了重要线索 他们做的企业以后呢 拿出约翅里的 我们做事 拿出约翅里做事 结果当时他们 这个企业就挂了这一块 他们的一个负担人 一看说 这就是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也能够接约 约翅里的编和一队 我们麻烦着把腰吃以后 走到相处一路边后 顺利能够把出门和隔壁打开 在运动全景 甚至要曾经 适应过这个 这个规的 这个处的 我们走到创架以后 相关复杂员 经了解呢 正是在 在屋里牵制圈 已经消失失 一直没有来上门 从事我们根据 我们也 十七照片 经过这个 创架后来的一遍 全员 四代就是他们的 这种之业 他们前面发现了 这个女个人 曾经这个 最二八号 独立后 这也没有运行的消息 因为这一段月 都没有运行的消息 他家里人 他明明也在从里来 明白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 也没找到 历史两个月的 总访调查后 终于得知死者 是青岛一家服装厂女工 徐某 经过了解 徐某有一个男朋友 两人相处多年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就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徐某和男友之间 好像发生了矛盾 准备分手 走到实际上 基本就是全职险人 险人险人险人会在立马 打开两个国 通过我们一些技术 一直放了不肯 对人在晃到一个插舱 趁着要发险人招活 根据这些人的供述 他和四者是长达四年的男女朋友关系 沈县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他有心结了新的女友 想抛弃这个女友 而四者呢 又不想和他接触这个关系 两人多次调解了一国 他在万万无奈和这个女的 经过多次吵架之后 去了杀刑 就这样 徐某的男友残忍地杀死徐某 并将徐某抛尸在日照市 榆里镇某村的草垛里 但是徐某被杀害后 为什么还被剖腹呢 这个犯的行人 用了一把很多身手的工具 把四强 很肥地划开了 是在身上什么东西 那么 在四强 没有找到 因为是肠子而是 MJ把肠子 给力章拿出来 然后呢 还没找到 继续下行 进砰枪找到了资工 范子献人对这个菜林沙海 范子献人死者 供应不回 对动机 事件 底颠 防止 手段 等等 都供应不回 唯独是对这个 跑腹的目的 他的解释和我们的 腿里不一样 为了解开一环 法医们对死者 腹腔内的子宫 进行了病理检查 经过咱们 临床的病理检验 这个自宫是大的 二切是 有过禅的 这个流禅的事件 是在半个月以内 那说明上 一定要是 他儿是存在的 但是他儿是流禅的 没有了 我因为他是在 寻找 自由离物的卡儿 嫌疑人自己交代 在杀人后 为了毁尸灭迹 一开始想要 抛尸到附近水库 但尸体扔到水中后 并不下沉 为了让尸体 沉到水下 他想当然的 抛开腹部放弃 以便尸体沉下去 没想到还是不行 于是就抛尸到 发现尸体时的地点 我前一人落后之后 通过审讯 也证实了 我们当时的推断 他在 最开始的时候 他跟首个人一起 在一个水源地附近 当时把首个人 在那个地方杀了之后 把尸体 拖到水库边上 然后一开始 他就想把尸体 直接融到水里去 但是后来 发现他融到水里去 尸体不沉 沉不到下去 结果呢 他一想 他就把这个尸体 在服务抛开 抛开之后 因为 因为起来有气嘛 这样 一般 有很多人 也能知道这个事 是吧 然后抛开之后 把里边的内脏 拿出来这样 然后他也没起来 好 他估计这样 情况下 他应该能恶 能恶就沉到下面去 那么到底 罪犯供述的是真相 还是法医分析的是真相 我认为 这并不妨碍 对死者的 整个犯罪过程的监视 也不妨碍 对犯罪人的法理惩罚 这个结果 我估计只有犯罪人 把他带到地狱里去 他不会说实话的 因为 他应该是知道 自己和这个死者 有亲密的关系 死者怀孕了 但是他不知道死者流产了 而他之所以 简直不和 凡天人分手 就和他 扛育有关系 而他流产 也和他想 继续和凡天人 在一起 有关系 但是这一切 他的内心活动 凡天人是不得 他不知道 这个死者的内心 为他想了这么多 做了这么多 他想的还是 怎么如何 把他拜托掉 所以他在痛下想说 所以他才会 抛害死者的父母 因为他要 遭那个 他相当中的胎儿 他想彻底的拜托死者 因为那个胎儿 应该是他和死者 最后的一次联系 他如果找到胎儿 就和这个死者 没关系 人会说谎 证据不会说谎 法医所提到的证据 就是铁证 山东法医通过证据 再次成功破解了 这起杀人 抛尸案的死亡密码 无论哪一种真相 也妨碍不了 对罪犯应有的 法律惩罚 如今 在犯罪取代战争 成为最大的 社会问题以后 法医将会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场火灾背后的血案 法医明察秋毫 千里退凶 高科技英雄 失败如虎添衣 见证下期播出 法医团局 第八集